又看是竟然练车咯 现在看是下大雨咯 不好练车啊 哎哟 扇死我了 刚刚练完车 马上要下大雨了 大家好 我是管理小小 刚刚从电子厂回来 然后过几天我就去烤科摩尔了 这一次是我第三次烤科摩尔 因为前面两次已经挂科了两次 没办法 然后想约见一下小七 毕竟我们是好朋友 我好久没有吃牛杂了 也好久没有去小七牛杂店了 打个电话问他看看他 给不给去 顺便告诉他我 过几天要烤驾照了 喂 喂 喂小七 喂小七啊 是是这样子的 我过几天要去烤科摩尔了 然后我想去你那里去吃牛杂 可以吗 想吃牛杂 可以啊 是啊 好久没有去你那里去吃牛杂了 可以啊 那你有时间来我这边吃饭吗 我 不过去了不去了 怎么不过 太热了这天气 不要不要 我这边有空调 你喜欢吃什么我买菜 我买回来 煮给你吃 啊 你 你那个锅煮的不好吃 好吃怎么不好吃 煮的不好 哦 那我13号去烤科摩尔 你跟我一起去吗 去去五名吗 回五名考是吗 对啊 就是去五名县那边去烤 嗯 就 看你们考试吗 去那里 很快的 你可能要干嘛 很快的考试就是说 过去半个小时回来半个小时 烤的话 也就是 十分钟就搞定了 不管有没有考过都是十分钟 差不多 没有我怕现在太忙了 然后你又 敢来敢去 我没时间了 哦 我怕自己又考不过 到时候 你会不会生气啊 干嘛生气啊 你好好考就是了 你毕竟来这边都 花销 租房子啊 干嘛 你要把握好 不然 又挂了不然 浪费 浪费时间 你浪费 那个 查理 浪费时间 也 常理这个无所谓的 是不是 毕竟我已经也习惯大城市生活了 你习惯了吗 小勇 习惯了 习惯了 你现在不喊着 不喊着回农村了 不回了 不回了 我现在越来越习惯 大城市生活了 你那你考过了 我跟你 到郊区去抓鱼 我也抓 啊 考过 可莫哥 你带我去抓鱼啊 对啊 真的哦 真的 抓鱼摸虾 我 昨天我抓了两条 你又不要 你说又不能吃 他个不能吃吧 能吃的 能吃的 后面我送银了 送人啊 对 我送给了一个老奶奶 她说可以吃的 真的吗 嗯 那你还挺有爱心的嘛 然后你拿回去 可能是煮给他的 虫义 吃吧 那行吗 那我明天去找你 嗯 可以啊 我去吃牛杂 吃牛杂 没事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吗 都吃了 嗯 行 那我明天去找你 我明天 去找你啊 行 拜拜 嗯 好 明天的话去找一下小区 去谈那里去吃牛杂 当然了 吃牛杂我肯定要给骑啊 是不是 可不能像以前那样子 车子吃了就走了 连招牧都不打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开始改变自己了 今天去电车厂 去电车 还是挺顺利的 不过呢 错误的话也错了10% 但是还需要 多加学习 以后再去试吃 就可以去考试了 每次去练车就 就练一个小时 不过还算可以 是吧 有了小区 的鼓励啊 我对未来 我有信心 加油努力吧 争取这个月底 就能拿到驾照 如果说这个月底 没拿到驾照 下个月底 之前一定要拿到驾照 或者说下个月底就 满车了 小区 一定要等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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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